我们的社区 你又我的家园 社区那些事 李莲丹 我是妍妍 这刚刚我是文杰 是我们继续谈一下路阳 刚才我们也知道 在路阳这个方面上 他有一些民生问题 包括他的这个道路交通问题 是主要的一个民生问题 但是现在依然存在着 这样子的问题 究竟是谁的原因呢 刚才其实我们的 我们的协调员 行动党这方面的 冯敬哲先生 他也分析了一些原因 但是这个 无论是公共交通方面 还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他主要的责任 还是来源于当局政府的 这样的一个方面的责任 只有当局政府这样子的 有这样子的意向 而且有这样子的资金 去支持这样子的 一个公共设施建设项目的话 他才能够推动进行下去 这个方面也是需要 这个沙巴州当局政府 这方面也需要 需要为人民做出一个 很好的交代 其实我觉得 也算是蛮一件好事嘛 因为如果当整个地方在发展的时候 当然会遇到一些 可能一些困难啊 还是怎么样的 毕竟哦 因为发展的时候 一定会有一些问题的 对不对 然后这些问题 我觉得 他们相对来讲 他们当然会遇到一些 可能挑战之类的 但是我觉得 对他们来讲 是一件好事 这样对未来发展呢 也是对整个这个社区呢 有一定的挑战 面临的问题 我觉得他们可以 一步一步的斩 斩将过 这样这样子 斩将过 是 那么等一下 我们也会联系 我们的另外的一位 联系嘉宾 是邱沁周先生的 也是满华路阳的周议员 其实今天这个节目 还是蛮有意思的啊 之前呢 我们也在联系两位 这个嘉宾的时候 也发生了一些 错综复杂的一些 寻找嘉宾的一些场面 因为 你闹错了 我们以为 就是刚才所说的这种 因为原来邱沁周先生 他原来是行动党的 因为我们就按着行动党 这个样子的 DAP的这个方向去找 然后没找到 然后那去哪了呢 然后我们 也许我们在 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没有过度的 关注一些新闻 然后最后我们也得知 邱沁周先生 他也是外逼 现在去到马华这方面 所以等一下呢 我们也会联系他 就各 包括这个沙巴州的 这个民生问题 以及 他在所在路阳区的 整个社区状况 同时呢 也针对他 为在即将在十四届 代选代表马华上阵的 这些感想 来谈谈他作为一位 周议员的一些想法吧 对 其实好像我们 谈了那么多次的 社区这一个 这一个部分 好像几乎每一个社区呢 都会面临同样的一个问题 都是马来西亚的交通问题 真的那么的不好吗 对不对 因为好像几乎每问 在发展中的一些社区呢 他们基本上都会遇到 道路上的问题 那道路真的 那么难解决吗 我在想 因为道路毕竟需要 当然需要资金啊 当然需要政府去 对 要去拨款啊 还是要去实行的 要不然的话 就没人在工作啊 好像在本地的话 还在开到的话 我看到他们这个道路工程 是做得蛮快的 就是如果他们真的要 修路的话 补路的话 或者是要框 扩大那个路 马路的话 其实我看到 有些地方很快 就可以完成了 那有些地方就很慢 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是真的是资金上的问题吗 还是怎么样 这个我觉得蛮值得 可以去探讨的一个问题 毕竟马路是我们 每天需要用到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公共设计 对啊 因为我们毕竟要需要驾车啊 好像去到这个路 他说到那个 尤其是这个 没有没有巴士 不是有巴士 但是确实 他说是三十二十年前的 就是可能我们 是我们小学 用的那种巴士吧 就是 有的拉下来的那种 有看过吧 哦 有看过 有看过吧 就是要自己拉下来那一种 或者是拉 往 左右拉的 或者是往上下拉 我曾经坐过 就是这种巴士去上课的 当然是 相对 他的速度是非常的慢的 对 因为我看到 他的那一个 那个什么 那个 速度那个指标 对不对 他去到八十而已 就是八十百kilometer 我就是超级慢的 普通车子就是去到一百八十 二百二十 但是这巴士呢 只能去到八十 所以基本上是非常非常的慢的 所以我曾经 我听到说的话 还蛮怀念以前 那种巴士 其实所以 下巴这样子的一个巴士 和你当时那个巴士 应该是一样子的 应该是类似 应该没有再旧的吧 哦 是那样子的 对 就是二十三十年前 那个样子 对 应该是没 应该没有什么差别吧 但应该是这类型 因为最 我做过最旧款的巴士 就是这种了 对 当然我在 我在 我现在坐的地方 叫普通 我还依然还是有看到这类型的巴士的 哦 那么发达的一个地方 竟然我还看到这种类型的巴士 依然我还看到哦 还感到 在那么发达的一个城市 我就好奇 为什么还有人在坐这种巴士呢 嗯 是的 呃 这个 其实我们说东马和西马 这两个地方啊 西马发展的 确实 嗯 东南西 比较快 主要是这个 几大城市发展的比较快 包括吉隆坡肯定是第一个 然后还有各大州的 呃 一些省会城市 呃 你包括 伊宝 你包括 嗯 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叫什么 还有柔佛州 啊 柔佛州的新山啊 这些地方还是发展的不错的 嗯 呃 但是如果是我们去到东马的话 然后沙巴我我本身哈 还是就是没有去过 然后预打算要过去的 然后那么沙捞月呢 是去过 但是沙捞月呢 也去的去的时候呢 沙捞月主要是啊 四个主要主要的四个地方 然后首先是明明都鲁啊 然后古晋 然后石屋 美里这四个主要的地方啊 都去过 然后整体来看呢 呃 古晋给我的感觉不是很深刻 我感觉它也挺一般的一个地方 但对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美里 呃 美里这个地方呢 比较漂亮 沿海的城 沿海的一个小市镇 嗯 然后美食也是特别不错的 因为美里的 它跟呃 文来只是有边界的 然后有很多的文来人 他都会呃 通过边界去到美里 去吃东西 去购物 去休闲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呃 所以感觉对美里还是比较不 印象是比较不错 对 但是呃 整体来看 它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是真的是比较比较比较 比较 旧一点的哈 嗯 然后因为我们都知道沙 然后月这个地方呢 它主要是石油 然后呢 但是联邦政府这方面呢 石油呃 这方面把控的也比较紧 呃 但是也是需要 但是也是需要通过一些石油的收入来发展沙 老月本身的一个社会也基础设施建设 沙巴这方面呢 我们也谈到哈 沙巴它的旅游比较不错 然后很多人都去沙巴去旅游 嗯 相信这个旅游业对于沙巴的经济的触动作用 也是有一定成效的 呃 但是我们也希望这部分成效能够用在基础设施建设上 好 现在我们的线上联系到了我们的另外的一位嘉宾是 呃 YB邱庆周先生 他也是马华的路路阳区的周一元 早上好 YB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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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呃 是 今天我们刚才也谈 大致也谈了一下路阳 好 我们我们也想 我们想 首先想知道一下您是路阳人吗 呃 我是亚皮人 路阳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区而已 哦 所以你是亚皮人 嗯 哦 那么您您呃 对于路阳您是几届周一元了呢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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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是四年周一元了还是连续两届都是 啊 那不是我上次是亚皮国会议员啊 啊 现在是路阳的周一元 哦 是这样子的 嗯 那么您您本身就是对于路阳是怎样子的一种感受啊 然后无论是他的这个社会 无论是他的这个社区建设啊 还是他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还是民生问题有怎样的一种感受 嗯 这个我我是道地的亚皮人 所以在亚皮区的呃所有的发展呢 啊 尤其是在旅游业方面啊 我们都有相当的认识啊 啊 还有我们现在也是在积极的推动啊旅游业这方面的合作 嗯 直接推动旅游业方面的合作 呃我们也知道路阳这个呃不知道是亚皮了 然后但是路阳整个这个社区他的呃公共交通不是很好 然后他的道路建设也不是很完善 同时呢 他的这个呃公交车听说还是二三十年之前的这种老款的公交车 那么这些现象是不是就是有有有需要去改进的地方 还是他问题出在哪呢 至今为止他没有改善和更新呢 其实说起来亚皮区的范围并不是很大 嗯 啊 比起吉隆坡来说我们是小无见大无了 啊 所以这边的塞车情况是肯定有的 因为车辆每年在增加 道路也没有这样快的发展到 啊 所以还有啊 要建造更多的道路是需要一点空间 需要点地方 啊 在在这个情形之下 是相当困难的 因为地方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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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呢 以为路阳是一个呃很大的范围 在亚比选区里面呢 啊 我们是属于一个很小的选区 嗯 啊 里面的人口也是亚比了人口的三分一了 嗯 啊 是占大多数是华裔啊 所以我们呢 这个是差不多是说是85%华裔的选区了 嗯 在在路阳区里面呢 我们呢 正在进行很多很多种的小型啊 发展啊 能够使到我们这些的选民啊 能够住得舒服一点啊 啊 啊 这是我我最主要的工作了 嗯 嗯 我们也知道 沙巴州啊 沙巴的这个旅游资源是比较丰厚的 相信他每年的财政收入在旅游这方面也是比较丰厚的 那在这方面的收入 嗯 究竟是怎样规划的呢 他规划到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资金 是不是足够能够发展沙巴州的基础设施建设呢 其实其实沙巴州的旅游业是注重在天然的跟自然的环境之下 嗯 所以很多游客来自中国来自韩国来自其他国家的都都喜欢向外跑 嗯 在市区里面呢 也有看到他们的那个这些游客在逛街啦 可是最主要的他们还是 叫做我们是在英文叫做Nature啦 Nature Tour 所以他们最主要我们是要发展其他领域方面啦 比如说是那个海滩啦 海岛啦 然后机器爬上山之内的那个旅游工作啦 嗯 那这些发展的怎么样呢 相信其实确实旅游收入的税收呢 这方面一部分要用到旅游设施本身的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上 但是一部分也可以提供 包括你在你您在的选区 路阳区的这些基础设施建设 道路的建设维修 以及公共交通的一些更新这些方面的一些事情 其实其实这些这些旅游方面的拨款 是多数是用在市区以外 而市区内的呃就比较少 嗯 所以呃刚才就像刚才我所说的我们是注重在外的 在郊外的在在 尤其是有些是在森林里面的 嗯嗯 是的呃 另外一方面就是相信这个路阳区的民众他也希望他自己所生活的这个社区道路能够宽敞 然后开车不堵车 然后自己的孩子上学能够做些新的巴士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新的诉求 而那么这方面为什么就是一直改变不了呢 哦这个很多问题的 嗯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个因为地方跟压跟压 呃呃呃我们是下小很很窄的地方 嗯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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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马路很下载 这些其实 对我来说是一项难题 因为地方的空间有限 所以你要做到的是非常的困难 或者如果地方有困难 可以从地下 做地下的停车场 我们是有在研究 停车场 我们是想建造更多的 多层的停车场向上发展 可是我们这里的人 就有一种心态 就是说进停车场要付钱的 我就要在街上找一个空间 我塞进去就可以了 所以这造成我们更多的麻烦 所以他们不肯花钱去破车 这也是一个问题 是 如果停在路边的就会罚款 对吗 对对对 是会受到罚票的 是 那么在这个 马上第十四届大选要来了 那么您作为路阳区的州议员 这方面 马华这方面 有没有一些就备战方略 方式还有一些政治课题呢 其实如果你要得明星啊 你必须要一个长眼的服务记录 长眼的服务记录 好像是比如是我来说 我是在不停的做 最主要是让人民舒服一点 有任何投诉我们立刻去处理 不要等到说要大写来的才看到人啊 才路脸啊 才去争头条新闻啊 这些 写民现在是很明白的 他们的头脑也很先进了 所以他们不会往往是为了一些某某人啊 为了要争处线啊 在报章上啊 写很多那种啊 不产不失的新闻啊 弄到弄到啊 他要出风头那样子 到引人注意啊 这不是我做事情的原则 我是一直的在服务者 在作者 我应该做的我就做 当地选民对你来说 还是一如既往的支持吗 他们现在我们是在观察中了 尤其是在沙巴州 马华之前是有点 叫做小问题了 现在我们一步一步的去解决这些问题 一步一步去争取民心 将马华的这个生育提升起来 现在我发觉到 大部分的选民已经很乐意的去接受马华了 虽然我们马华在沙巴州只有两个细位 暂时只有两个州细位来竞选 可是我们呢肯定要加倍努力了 去让选民能够很乐意的支持我们呢 那么其实就是在选民这方面 其实我们都知道505的时候 它是它支持了民主行动党 然后你现在就是在14页大选的时候 选民这种心态 在您看来他 他有没有大的一种转变 说我不想支持民主行动党了 我想支持马华了 所以在您亲身经历的一些案例当中 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些民众和案例呢 其实是非常的多 因为在沙巴州 在路阳 在沙巴州和路阳 这一带呢 亚比方面呢 我们是有两个选区 一个是高白燕 一个是这个路阳 两个州选区 我们发觉到许多的这个 这个选民已经是 很明白了 支持反对党的那个 无力啊 我们是讲 没有什么作用支持反对党 因为他们呢 许多反对党都是 广东话叫做大国攻击啦 真的是做起事来呢 就就比较差了点 所以他们呢 现在已经发觉到 支持马华 支持国阵 才是有上算啦 他们是反对党 只是每次日语是反对而反对啦 我之前也是反对党的 所以我也很明白这些 这些人的心态 他们是觉得投票给你有什么用呢 到最后我们找你做事情 你都推三推四 讲做不到啦 讲我没有权利啦 我不是政府啦 等等等等的这些 说法啦 所以我们呢 最重要的还是 服务人民 如果你不是在政府 你也叫做 不能够自证 就等于 之前讲的话 全部不算数了 那就 外比就您本身来说 之前 就在做行动党的州议员 那么现在是马华的州议员 你两个不同的党 然后 但是同一个州的州议员 你的感受是什么 就是民众来找你 找一些民生问题啊 然后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现在我 现在我 我觉得啦 因为经过四年 我在马华里面 的确是有很大的改变 尤其是 这些 工作方面是比较顺创一点 还有 政府方面的协助 是比较容易啦 比如说 有些民众投诉 这个不妥当 那个不妥当 现在我是 国阵的一分子 所以 你做班级事来 当然是 比较容易啦 之前在反对党的时候 的确是有点问题 往往不能够 为人民 办好事情啦 所以我们呢 就现在 在路阳区 许多问题 都负责解解啦 也是很快的 能够解解 所以 这个我们是 最主要的是 以服务为主啦 我们也不要讲这样多 也不要去呃呃呃 说夸 想那夸张啊 夸口的话啦 嗯 明白 好 谢谢谢谢YB 对我们这段访谈 谢谢您 嗯 谢谢您 对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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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今天 我们就访问了两位嘉宾 当然我们 当然各方都有 他们自己的一个说法 就是关于民生问题啊 交通不方便啊 道路的问题啊 还有呃不同的一个民生问题 我们可以陆续的去探讨一下 因为毕竟 在每个发展中的一个社区啊 当中会遇到一些民生问题 当然执政的一方 可能他们也会遇到一些问题 可能双方的看法都比较不一样 所以呢 可能我们之后再探讨 这一下这一方面的东西 因为毕竟 站在不同方面 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和一些问题的 嗯 是 所以今天的房子 还是蛮蛮具有收获的 首先就是 在公共基础设施监设这方面 嗯 其实我们说要 政府要想方法 怎么都能够想出方法来 嗯 客观条件不是条件 就是说道路窄啊 空间不够啊 这些其实不是什么原因 然后只看呃 执政人 执政者是不是想做 呃 哪怕道路窄 我们可以从往上发展 往下发展 然后设立停车场 那么虽然设立停车场 大家都想在道路上积极啊 不想交费啊 进去 但是这毕竟是一个正规的途径 需要走 如果你在道路上去停车的话 那就罚你的钱 对吧 嗯 那就慢慢慢慢大家 形成这种习惯了 虽然我们的空间展 但是我们可以把车停到 停车场里边去 虽然需要需要交一点的费用 这也是一种习惯啊 习惯啊 对 然后另外的一个方面 可以看到在第14届大选期时呢 相信 嗯 普通的华裔民众 因为在路阳是85%是华裔民众 华裔民众还是比较倾向于民主行动党这方面的选票的 看我们通过今天的这个访谈啊 感受来说 那么多多少少有一部分的华人选票会回流 回流到马华的手里 啊 那么 呃 还有另外一点我们也能够感受到 就是 州政府如果说是 执政党的啊 那么他对于执政党的州议员都是比较亲近的 而且拨垮啊 道路维修建设啊 这些拨垮都是比较能够 呃 关系好嘛 就比较能够说得通 因为同一个政党的 呃 不是反对党的 但是如果针对反对党呢 就会有一些另外的一些方式和对待和做法了 这也是我相信 在马来西亚好多的州里边 共同存在的一种问题和现象 好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 是的 拜拜 拜拜